究竟是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引来1.4亿人的围观 在评论区里更是炸开了锅 我太爱这房子了 太惊人了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这就像在做白日梦 每一个看过的人都为之赞叹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看看这个神奇的房子 究竟是怎么建造起来的 阿呆和阿强都是村里35岁的单身青年 因忍受不了父母天天催婚 两人决定离家出走 来到这荒无人烟的荒野 打算徒手建造一座豪华别墅 过上世外桃源的生活 两人选择的是一块背靠大山的风水宝地 首先规划出房子的大小 长方形的区域用来做楼梯 圆形的区域用来做大厅 随后便抄起祖传的锄头开始刨坑 要问挖坑技术哪家墙 除了山东南响 还有阿呆与阿强 这阿呆与阿强就像没有感情的机器 一边刨坑 一边将泥土甩到外面 丝毫感觉不到疲惫 要是这哥俩去工地搬砖 老板肯定会给他们加工资 就这重复地操作了五个小时 终于挖出了个两米的大坑 此时阿呆又在中心处画了个小圆 用来做圆形餐桌 接着继续刨坑 时间在慢慢流逝 此时另一边的阿强已经把楼梯挖好了 而阿呆好像脑瓜子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想爬到上面去 发现已经超过了他能跳跃的极限 阿强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杯水 短暂地休息后 现在唯一能走出去的办法 就是打通客厅与楼梯之间的墙体 在确认位置后 阿呆与阿强双管齐下 哥俩配合十分默契 很快就将楼梯与客厅连接起来 现在出入就方便多了 阿呆继续修整大门 要做到最完美的样子 阿强则把堆砌的泥土清理出去 为了让房子更加美观精致 两人又给金庄修了一番 将朴实无华的土房子做成了条纹风格 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为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被冻死 还需要一个生活的灶台 但这难不倒心灵手巧的阿呆与阿强 两人一上一下 里应外合 很快便挖出了一个完美的灶台 大小能装下一个人都没问题 要是以后去了极乐世界 还能省点钱在这里火化 接着阿呆又在灶台口进行细心的雕刻 不得不说在审美这一块 两人拿捏得死死的 有了灶台 还需要一条烟囱 两人收集了大量的木头 用藤条紧紧地将它们固定在灶台的出口 接着用泥浆密封起来 等泥浆风干后 烟囱就会变得无比牢固 为了晚上能睡个好觉 他们还需要两张舒适的小床 在餐桌两边各挖四个小洞 用来固定床脚 铺上一层柔软的床垫 一张西蒙斯小床就做好了 平日里喝个小酒 简直不要太爽了 简单休息了一会 两人又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 阿强搬来挤矿泥土 然后倒入生命的源泉 搅拌一下就得到了结实耐用的水泥 用白嫩的小手均匀地涂抹在房子底部 等晒干后就会变得结实牢固 就这样过了三天 阿呆和阿强拿着染料回到了这里 再次用白嫩的小手 洗澡泡脚喝水一体化的功能 现在就剩下最后封顶的工作了 整个房顶没有采用一砖一瓦 全部都是木头建造 木头与木头之间用藤条绑住 经过两人的努力 很快屋顶的雏形就完成了 再抹上一层泥浆 不得不承认这哥俩的动手能力和审美都十分给力 但最强的当属这个可以滑动的楼梯门 只需要轻轻发力 就无比丝滑 确认过没问题后 就可以开始铺上草坪了 历时两个月 阿呆和阿强终于完成了他们的梦想 如果让你来这里住上一晚 你愿意吗